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放到三年星 這個生牌 那我們的三年星這邊 有五班仔 那現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是玉金香 玉金香 玉金香呢 有很多種顏色 我們環繞一下 有好幾個顏色在這邊 可以看到很多的玉金香 好 環繞一下 好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玉金香 真的他是五元六色 五元六色 那我們這邊來到了 郭美朱拉各 跟老伴 先手老伴 先手老伴 一起來看這個 牡丹展 然後這邊還有玉金香的展覽 玉金香的展覽 你看這玉金香呢 他長得非常非常的秀氣 那我們可以看到玉金香 這個是 橘色的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黃色 我們要穿著在一起 今天如果我們要做一個題材 我們做廢話的題材 你可以先了解這個生態 你可以看到這個葉子 這個葉子 葉子 他這樣子一株上來 然後葉子交叉 做一個交叉 有沒有交叉 然後這金呢長上來 有沒有長上來 長上來之後呢 我們在 他看起來好像每一朵 都含包的感覺 有沒有含包的感覺 這是我們在畫玉金香的時候呢 你要特別去了解的 我們大量的去了解這個 這個是那個玉金香的生態 生態的結構 生態的結構 然後我們再來畫 當然他 你看起來就是含包的感覺 這個每一朵好像都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別的地方 看到他盛開的 盛開的感覺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盛開的他的感覺是怎樣 一樣的 好 你有沒有看到 他盛開是這樣子 有沒有 裡面也有花蕊 也有花蕊 也有花蕊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花蕊 有幾塊 1 2 3 4 5 6 6 喔 6個花蕊 對不對 有6個花蕊 這是盛開的 你看 這是有沒有完全淘汰的 對不對 這樣子 我們這樣比照呢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們畫了是要該怎麼去畫 那你怎麼去取材都沒關係 但是你稍微了解 稍微了解他的盛開 他的葉子的長相 有沒有 葉子一樣 也是這樣子 出來的 這邊出來 然後這邊又出來 對不對 然後金 花的金 有沒有上來 上來之後呢 又有花 有沒有 他這好像一個管 一個管系 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畫出來 這個是側面的 那郭美豬呢 跟 簽手 簽手 老伴 來到了這個三菱 三菱這個牡丹展 那這邊也有 玉菁香展 那我們兩個呢 簽手呢 來 來看看這個 這個簽幫 這個是我的老 老伴 老伴 那 我們很開心 雖然是下一天呢 那 郭美豬也很喜歡這些 然後也來找了一些題材 那麼 每處呢 你就可以 剛剛我也有拍了那個 扭丹花的 扭丹花的影片 那 我們都很開心很開心 來到現場 一邊玩 一邊又賞花 然後還可以找到佛化的題材 那 感謝網友 都有一直在訂閱 來分享我的影片 也給我動力啦 也給我動力 也給我動力 然後開心的來做這個 這個分享 那 祝福大家 謝謝